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手轻轻放在大腿之上 让自己舒服地坐在这里 准备好之后 你可以合上眼睛 现在邀请你将注意放在身体的感觉上面 清楚感觉一下脚踏实地的感觉 然后将注意从脚踏带到大腿和椅接触的感觉 再感觉一下双手和大腿触碰的感觉 留意一下肩膊 面部 放松的感觉 就让我们享受着这一刻的放松 同时将我们的专注从身体的感觉 带引到内心的觉察上面 现在 请你将你的右手慢慢放在额头上面 我们由意识地以圣衫的名号 开始我们的祈祷 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仁慈的天父 感谢你带领我走到你的面前 祈求你的亲吶 你的光照 能够让我们的心向你躺开 祈求你开启我们的耳朵 我们的眼目 让我们可以清楚地听见你 看见你 就怀着这份开放的心情 让我们细听夏主教今天为我们分享的圣经金句 欢迎来姐妹 今天的圣经金句是 天主 我来为圣行你的旨意 希伯来书十章七节 今天是3月25日 即是过多9个月 就是12月25日 即是圣诞节 所以很人性地去推论 今天是天使向马利亚报喜的日子 当然这是一个象征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 不是肯定耶稣在12月25日诞生 当然更加不肯定是3月25日 不过总有一天 就有一天来祝祝 今天是预报救主降生节日 以前的称呼叫圣母领报 明显将这个焦点 从圣母马利亚转到耶稣基督身上 但是事实上无论是圣母马利亚也好 也好耶稣基督也好 都是很适合我们今天的圣经金句 这句说话所说的 就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 来印证这句说话 好像向天主父那样说 我的来临 我的出世 我的一生 就是为圣行你的旨意 圣母很明显 当天使告诉他 他要怀孕生子的时候 他有很多怀疑 但是到最后他说 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 耶稣更加是这样 甚至为我们捐躯写命 在所不惜写十字假想 各位兄弟姐妹 我们不只是纪念、庆祝、圣母、耶稣 他们如何盛行天主的旨意 更加是我们自己 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我们都有很多抉择 我们选择要做什么工作 和哪个人拍拖、结婚、建立家庭 或者在哪里居住 要不要移民等等 做这些决定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去分辨一下 什么天主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 尤其是这样说 什么旨意呢 就是叫我在这些决定当中 哪一个方向、哪一个决定 使我更加呈现出 天主的那份慈爱呢 那就是天主的旨意了 因为天主只能够叫我们去爱 什么时候更能够爱的呢 那就是天主的旨意 不过我们有没有这样去分辨呢 有没有这样去思考呢 或者只是自己觉得 这样赚多些钱 这样舒服一些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今天这个圣经金句 就真的要好好提醒我们了 天主 天主 天主的旨意 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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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可以留意一下 有沒有什麼的思緒 或者過去的回憶 此刻浮現在你的眼前 你又可以留意一下 主耶穌時刻都在我們的身邊 現在邀請你將剛才內心所出現的 無論是感受、想法回憶 甚至是憂慮、疑惑 都讓我們和主分享一下 詞曲 李宗盛 最後我們都以《光榮經》作結 願光榮歸於父 及子及聖神 起初如何 今日亦熱 直到永遠 阿曼